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8月 13日 星期二也是 正日 大家記得支持五部曲 看廣告 按like 痛擊五毛留言 太多五毛了 包括Facebook Share 還有 訂閱 現在有個比較 有創意的痛擊五毛方法 我講一講 大家 可以看看我那個 那個叫做新方法 就是 凡是有五毛留言 你就回回一段說話給他 或是P.M.他 私人P.M.他 根據那些系統 很大機會他就會搜尋到的 就是說 多謝你 我講不完啦 因為我搜尋了 現在看不完 匯款已經收到了 多謝你 隱約負重 潛伏在中國內地 幫我們收集情報 我們 關於 平反六四 台灣獨立 新疆獨立 西藏獨立 都謝謝你的情報 萬事小心 一切一切順利 好人一生平安 類似的事情 相信他會很嚴重 因為那些事情可以搜尋到 他跟別人的對話搜尋到 公安可能很快會找上門 讓他嘗試一下 這個叫做獨裁的滋味 這些還好 這些可能是國內五毛 其實最可悲的不是國內五毛 是加拿大五毛 美國五毛 甚至乎在香港一直高舉 一些價值觀的人 其實做的事情跟五毛沒有分別 那當然 這個沒辦法 那麼 今天 早上有一個人又出來 勾握一段說話 開記者招待會 但是 也是循例 也是引來一片罵聲 這是誰呢 這個應該我們 個個都覺得他應該死的 但是他偏偏不死的 林鄭月 記者也忍不住 市民問你什麼時候死了 你有沒有良心的 有沒有良知的 沒有 要不要抓記者 現在 要不要抓記者 要不要抓記者 記者是不是恐嚇他 不知所謂 為什麼還可以有這麼多評論 過了8月11日的血腥星星期日 你不是 同情受傷的人 還會在說其他話 其實那些人已經不是人 已經不是人 已經不是人 現在的警察 基本上他的那種暴雷程度 完全是跟這個當年的法西斯納粹政權一樣 看到林鄭是納粹的 你只是成為一個納粹黨 手下那班 是蓋世太保 那些學生 年輕人 剛剛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那些醫護醫院那些 傳出來的 說拘捕了很多那些年輕人 拘捕了30個 很多 被他們 不斷打 有個說打到 腦出血 然後他不讓他通知家人 不讓那些 不讓那些醫護通知家人 說妨礙司法公正 根本就是騙救人 全部呢 在犯法 全部都是犯法 妨礙司法公正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濫權 以及這些 這些直接是酷刑來的 行使酷刑 是一個受傷的人 被你拘捕了 不論他有沒有罪 他現在也是 嫌疑身份 他是未定罪的 你現在向他施行酷刑 你就是犯法 你也要罪 一定比他重 這個一定是 這個違反國際 人權 這些是 戰爭罪行 直接是戰爭罪行 國際刑事法庭就是審這些人 就是專門審這些東西 我當那裏是戰場也好 被你拘捕的是戰夫 其實你也是在犯法的 你在虐待戰夫 等於你不可以打他 其實是用了酷刑 酷刑很清楚的 不是要用刑具才會用酷刑 你令人異常痛苦 已經是酷刑 那個年輕人被你叫周家樂 說了兩次 被人說幾次 被你按在地上 還用膝蓋的強硬壓下去 你這個警察呀 你是犯了很嚴重的罪 你起碼錯了十年的罪 面對這樣的場面 發生了這樣的事 你是不是會譴責那些年輕人是暴動 你是不是會譴責那些年輕人是暴動 現在誰在暴動 講道理就行了 林鄭月娥說香港會粉身碎骨 喂 你這個混蛋 是你派人出來 找黑社會打示威者在先 玉石俱焚不是我們說的 是你說的 我們引述你說的 你說完我們回覆你而已 現在告訴你 我們也不介意呀 現在要跟你玉石俱焚 我們也不介意呀 你想一下 由 7月21日你放這班 元朗黑社會出來打市民 我們已經跟你勢不兩立了 你已經跟我們香港人結一下血海深仇 然後 還容警察出來打示威者 8月11日你是容許 警察近距離 你這些是納粹來的 你這些是納粹來的 你這些是納粹在德國才做的事來的 現在變成納粹在香港 你那些 反法西斯那些人去了哪 反法西斯那些人呢 有些人經常自稱反法西斯 現在法西斯在執政中 你老媽 站過去吧 做黃軍堯吧 站在黃軍堯身邊 你老媽 你沒有家人的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 這班特區的所有的警察 你們是跟我們這班香港人結下血海深仇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血海深仇 是一世的 你不是把整隊警隊解散 然後逐個追究責任 沒有香港市民會放過你 是沒有可能會放過你的 你打算用你三萬人來迫害我們幾百萬人 你真是當現在是甚麼事 林鄭的八婆 八婆呢 已經叫慣了 已經很溫和了 八婆今天出來敗哭 又很痛心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現在 說真的 八一一 主要受傷的是示威者 警察就拍張照片說燒傷的腳 燒他老母臭蟹啦 腳毛都還在那裡 燒什麼東西啊 我也當你是了 是不是對等呢 現在 一邊開槍射擊 射爆了人家的眼睛 叫記者不要屈啊 還沒有搞清楚事實啊 你們警方 說別人 懷疑是襲警啊 那你搞清楚事實了嗎 那個火一定是示威者定的 你不讓你自己打邊路 倒捨桌子 你自己又把飛虎隊放進去做間諜 然後你又說 又說不可以回答 什麼時候開始放進去 多少人放進去 但是肯定他們沒有做犯法的行為 你怎麼知道 為什麼你在上環抓那些示威者 在 你們說的暴動現場 出現的人就一定是有參與暴動呢 記者也會問你的問題啦 我聽得很清楚的那個記招 記者也會問的 記者也會問的 你們在場也會被抓到集結和暴動啦 那你警察也是暴動啦 為什麼你站在示威者裏面 參與的行為 你們又會沒有犯法呢 為什麼會沒有呢 因為你正在參與暴動啊 你還在帶頭打人 其實法例已經被你改寫了 現在任夠你演繹了 其實721之前已經改寫了 721就更加顯示了 你現在是在勾結黑社會 盲也看到 立稅政權 現在 我們這些反法西斯的人 一定跟你世不兩立的 你這個法西斯政權 林鄭月娥 加上你警察的潔勢太保 你們這些納稅 你們是納稅來的 今天他出來說的那番話 我相信也是更加出庆著全香港人 起碼就先出庆了他們 林鄭月娥的態度還需要鄧炳強 你看鄧炳強的記招 你多討厭鄧炳強和警察也好 鄧炳強也叫做 交足氣 交足氣 你可以說是交足氣 你等我再說一篇稿吧 鄧炳強也會說這些話 林鄭月娥還要鷹派 林鄭月娥現在走出來呢 我就是這樣了 怎麼搞的呀 吹吹吹了嗎 直接是這樣 還有 還有 你現在 將一個好地地 一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讓你搞到今時今日 這些人是死一萬次都不夠 這些人是殺千刀 是要凌遲處死的 你不是要給你好好死的 這些人是一定要凌遲處死的 千七刀 說說林鄭月娥 其實呢 冷靜地說 林鄭月娥所犯下的得罪中共的罪行 就遠遠多於這些示威者 她肯定啦 首先她已經使得香港現在要萬劫不復 萬劫不復啦 東方蜘蛛被你 粉碎了這顆明珠 而你811的恐怖行為 你是 需要負上100%的責任 這是不能脫掉的 你怎麼好像自己不在場也無用 你是指揮的 等於是幕後策劃的 還有林鄭月娥 我可以負責人家這樣說 她已經鎮散全港樓市了 當個個都覺得很安全的港島區 太古城 都可以有警察去亂槍掃射 然後呢 在一條 扶手電梯那裏追打示威者 打到人家躺下了 你還不斷狂吐 警棍 你們已經不是人來的了 說你們警犬 說你們狗已經很 很對不起狗 你問我 我也不贊成的 原理上 真的很對不起狗 其實你說黑社會也很老 現在是黑社會嘛 你還蠻像黑社會 現在我們公家出糧給你 我們公家出糧給你 你也不是來保護我們 還是去打我們 現在是收了 公帑 去打市民嘛 包括那些 你還會社主啊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是打市民 基本上你是打了一些不支持你的人 不支持你的人 你也會打的 其實嚴格來說 叫人走啊 太古城的居民走過 叫人走啦 看甚麼 黑社會也不會這樣 黑社會也不會這樣 你收陀地 那個也是你保護區來的 交陀地給你那個 是受你保護的對象來的 你現在是收完差響 罵一些 交陀地給你的人 等於 真的要走啊 怎麼走啊 你這個林鄭 現在被你弄壞了整個香港 樓市被你震散了 全香港沒有一個地方安全 被你弄到人人自危 你弄到太古城也弄到這樣 又在葵方那裏 我經過那些催淚彈的味道 那些是有毒的 我看到那些清潔阿姐在那裏抹 也很慘 在那裏吸你那些毒氣 那些不是示威者來的 還是你覺得那些人都應該一起死呀 不支持你的就是你的敵人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不支持你的就是你的敵人 現在 你整個message就是這樣出來的 而你的警隊高層是沒有否定的 還是說外面的人不對的 當然啦 你記者也會當敵人 記者是敵人 林鄭也會當記者是敵人 問題你又不回答 別人問你 那句你可以當示威 問你何時會死 嚴格來說 除非你想自殺而已 如果不是你就回答不了 因為不是你決定的 我們現在又不想你那麼早死 其實你真的 想想想 死就是便宜了你的全家產 首先不放過你那個 首先不是香港市民 首先是中共 再次強調 你所犯下的得罪中共的罪行 遠遠高於現在所有的示威者 總和加盟不夠你一半 你想想 他犯了八宗罪 我們另外要做一個特輯 關於 要公佈林鄭月娥的八宗罪 這節時間不如先這樣吧 下一節我們說說今天最新的發展